金牌律师团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擦亮眼镜 发现真相 本栏目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映 首先感谢今天到场的三位律师 本期议题关键词 一人讨薪 劳动合同 合同违约 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 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选取了 民商事领域的徐丹尧律师 劳动法领域的黄浩律师 以及合同法领域的陈婉夏律师 组成本场代表律师团 我们邀请来提供对立视角的X律师 是来自辽宁省律师协会的副会长李宗胜 在今天的交锋中 他将以不同的视角 对律师团进行辩驳和质疑 本期的委托人来自吉林长春 23岁的李湘玉是一位网络主播 2020年的12月 他在一系列网络直播过程当中 收到了网络打赏100多万 但是他所在的公司 并没有按照约定的比例 将钱分红给他 为了讨回自己的40万 李湘玉起诉自己所在的公司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3岁的女孩要面临500万的赔偿 李湘玉是一名网红女主播 她19岁开播 至今已入行4年 然后我所在的一个直播间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直播间 我的是4平左右 然后每天我都会在这里做着直播 在我直播间会有一个单人床 就是类似于宿舍的那种床 然后直播的时候 我会把床收起来 不直播的时候 晚上要休息了 我就会在这睡觉 然后放下来床 然后我每天就是吃和睡 基本上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待着 一天24小时 我能出去活动半个小时吧 取过外卖 上个围城间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了 就当一切都井然有序的时候 一笔横财突然出现 扰乱了她的生活 她刷了现金的话要100多万 其实到后台就是40多万左右吧 是这样的 公司第一步就是从20万 从40万给我扣到了20万 让我拿着这20万去买车 剩下那20万以后 当我们女老板心情好了再说 那她再说的意思就是说 也不一定给我了对吧 然后我还是不同意 然后最后就把这20万 也给我扣到了2万 然后扣到了2万之后 让我就是把酒秀那边直播也给停了 在公司主管老板看来 这40万让主播心态发生了改变 她不再是那个勤勤恳恳的员工 她认为跟那没有关系 但她认为有关系 所有的心态变化 所有的变化 都是她在变 我们没有变 咱说傻孩子21岁 一天就建议到100万利润 咱说100万嘛 不足以让我动心 但是足以让一个 还为涉事未生的孩子动心 以及出现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在李湘玉看来 除了这40万以外 她更不能接受的是 不让她直播了 精心经营的账号 价值几乎归零 我发生这个事之后 长达四个月 不出门 不洗脸 不化妆 每天在家就是哭 我不敢睡觉 我以前就是 刚发生那段事 就是真的是 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睡觉 我一天可能就睡个三个小时吧 差不多就这样 害怕 没有人能帮我